老公车捷运有博爱座 但台北的私人收费停车场 现在也出现了博爱停车位 这到底要怎么停呢 是不是因为只要是老人家可以停 还是怀孕的可以停呢 那么来看到很多的驾驶 看到这些车位的之后 都不知道该不该停 停车场里出现了熟悉的招牌 这不是公车上捷运上 都会出现的博爱座 博爱悠先有四个一个图形在这边 只要开车在车上有载 这四种我们的牵盆好友 就可以优先停这个 还不错啊 就是让这些老若妇孺 他时时刻刻都有车位 停车场也有博爱停车位 让民众很惊讶 业者在台北市 新北市永和三峡 分别选了三个停车场 三百个位子 其中示范十个博爱停车位 上面还挂着 里让老人孕妇行动不便 带小孩的民众 或是载有博爱座乘客的车主 优先停车 那你知不知道是 有载这些人也可以停的 不晓得 不晓得 看得出来吗 看不出来 业者的好意只靠这块板子 民众看不大懂 以为只有这四种人 开车进来才能停 民众像这样直接停进来 也看不出来 能不能停博爱车位 可能有不符合资格的 就停进来 应该常常会有吧 早上上班很赶 没有位置的时候 然后就停进来 就怕博爱车位 也像公车捷运一样 也有人要抢 业者恐怕要靠管理员 加强控管 免得一番美意 无法落实成了短暂削头 中文秀 这边是林少兰志 台北报道